已经整装完毕就等外交部指挥了 而政府的政灾专户也必须等外交部来转交 甚至尼泊尔境内 台湾的观光人数到底有多少 一直到昨天才确认呢 外交部并没有如实的掌握 而且速度慢了一些些 立委就痛批 外交体系整个松脱了 电话不是盲线就是战线 尼泊尔7.8强阵 外交部却似乎只剩一组始终难回应的电话号码 灾情用意的惨字形容恐怕还不够 困在尼泊尔的台人观光团不断上修 面对没有邦交的尼泊尔 外交部却连最基本的 有没有接机协助或是撤侨打算 都处于被动角色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本身灾情如何 需要国际上提供什么协助 他们自己也要有一点时间 只剩发言人在电话两端隔空回应 国内就在队早已整装完毕 就等外交部通知出发时间 卫福部成立的正在专户 也需透过外交部统一转交尼泊尔 角色还没完全发挥 就先急着把责任往外推 外交部现在就只能接电话 光是接电话就疲于奔命 救灾就这么一瞬间 如果第一时间的反应可以看得出这样 那表示说平时根本没有在养兵 不是外交部慢而是当地本身 他全力投入救灾 他资讯跟电讯有的时候也都在中断 电话接不完外交部发言人打头证 一早就说要发的新闻稿 拖到傍晚结稿前才发 尼泊尔有难当前该跳出来的主事机关 积极度不够外交表现零零落落 更凸显外交体系早已失调 休克ING